洛杉矶南部悬崖上 住着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 一颗活生生的导弹 有损 它目光犀利 能够锁定一千六百米以外的猎物 梯形紧入乌鸦版大小 速度是大小的 它制胜的法宝 它抱斥俯冲时 时速可达三百八十千米 以此空中解杀 幼鸟不断祈求食物 但它却在喂养幼鸟 还是保卫鸟巢之间难以抉择 它把任何路过的物体都视为威胁 体重五倍于有损的贺体湖完全无视有损的警告 以此致命的错误 它直接扑向这只倒霉的蹄壶 使它失去平衡 一只倒下了 它继续折回 对付其他体股 一次熟练的出击又击落一致 但当它对付蹄壶的时候 一个真正的威胁正在接近尿巢 一条一米半的牛舌 它们善于攀爬 有益于杀岩悬崖受殿 它们能轻易杀死一只 毫无保护的有损幼鸟 但什么都逃不出 有损妈妈的眼睛 只用一次爪击就搞定了 没有东西能阻止有损妈妈 保护她的孩子们 是什么都逃不出